比武考核的硝烟刚刚散去 战士们没有多做停留 马上准备开展另一场激光制导炮弹 实弹射击训练 激光制导炮弹是一种追踪激光照射点位 进行制导的末端制导炮弹 可通过地面或基载的激光目标指示器 跟踪照射目标 激光制导炮弹飞顶目标时 导引头接收到目标反射的激光信息 通过控制弹翼调整飞行轨迹 引导炮弹飞向目标 这种如同长了眼睛的炮弹 将火炮的火力覆盖模式 变成了精确打击 也让火炮的作战方式更加灵活有效 高技术战争背景下 新制作战力量陆续亮相演训场 对现代化炮兵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的神炮连比武 也将会沿着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方向不断探索 以科技手段不能战斗力释放 让神炮连的荣誉称号经得起实战的检验 当前战争形态 自称机理和作战样式 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组织神炮连比武 既是既成发扬炮兵部队 战争之神优良传统的实际行动 也是创新开展新时期 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的务实举措 通过阵椅设置多型仿射典型把镖 快速频繁转移号兵阵地的比武为牵引 让官兵练起来 让分队比起来 让练兵拾起来 进一步缩转了真控打平的周期 锻造了绘形多样化军事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